明元旗第一 在这里 这个金 比喻我们的真如心 那么金 像佛性一样宝贵 它藏在撒金之中 就是我们这个烦恼的众生 这个佛性 像金一样宝贵 虽然被遮蔽 但是一点也没有减少 这个 供巧匠 供是人供 能供巧匠 把这个金做成了狮子 于是这个狮子 就有了眼睛鼻子耳朵 毛发 活灵活现的 展现在我们眼前了 这就是真望和和 佛性是真的 而我们这个 而这个狮子呢 它是无中生有的 佛性是无 我们有很多人把佛性就真的想成了一个金子 那就又不对了 那只是一个比喻 金性 表示我们的佛性 也就是云云众生的 烦恼像的后面 就藏着一个佛性 真望和和 成 阿拉叶式 这个是佛教唯师学里头 一个名相概念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摩诺是 阿拉叶式 阿拉叶式 一个形象的说法叫仓库 阿拉叶式是我们生命的仓库 我们生命在六道当中轮回的时候 你那个生命的黑匣子 永远可以破解 永远待在你的身上 就像一个 这个飞机呀 在空中失事了 要去找那个黑匣子 那个黑匣子里头 记载了所有的图像与声音 我们生命在六道当中轮回的时候 有一个仓库 这个仓库的名字叫阿拉叶式 阿拉叶式 它又有两个功能 能藏所藏 在维师学上 给他说了一个这样深奥的名字 这个阿拉叶式呢 第一个意思是 绝翼 绝翼就是像镜子一样 像一面镜子 它虽然上面蒙了尘垢了 但是那个镜体呀 本来就是空洞的 本来就是光明的 虽然现在上面蒙了尘垢 那你把这个尘垢擦干净以后 这个镜体依然是明亮的 因此那个叫静元旗 讲到静元旗的时候 我们就略提一下打佛旗和打禅旗 所谓打佛旗和打禅旗 包括我们延迟戒律 其实就是把阿拉叶式里头的那个 种子 当然是恶种子 黑的种子和恶的种子 放在沙漠上 不给它发芽的机会 久而久之 这个种子 就死亡了 它的真实的用意 就是不给它发芽的机会 在经论里头描述 把这个擦得干干净净的这个心境 叫静元旗 它的第二个名字叫不绝易 是不绝特指苦难深重 苦恼的云云众生 它没有发起觉悟心 那个就叫染元旗 恶业的种子 见到了水土和肥阳光 它马上就发芽 就在眼前呈现为恶业 因此古代的大德 讲开示的时候说 一饮一着 无非是业 我们仔细去思维 那个古人讲的真是太妙了 你看那个鸟在那里喝水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那天上这么多的鸟 为什么它们每一个的活法 每一个的饮水的方法 每一个吃虫的方法都不相同 那无法解释 那你就是非常精妙的生物学家 你也解释不清楚 你认为自己解释清楚了 然后我们给他扣了个帽子 说本性 本能 把人讲不清楚了 说那个是本性 把动物解释不清楚了 说那是本能 佛教说 一饮一着 无非是业 他的那个行为啊 就表现了 他的染缘起 起但是缘 故名缘起 佛经上说 诸发重缘起 无缘 即不起 即理事无碍门 同意缘起 理和事 就是理 事就是现象世界 山和大地 社会人物 这都是事 这个事的后面 有一个 无形无相的 道体 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离开这个相 你能找到理吗 如果你非常的聪明 看到相 就看到了理 因为 理无事 不显 比如说佛经历说 十戒比丘相庄严 这个比丘 他持戒很清净 他走到人前 一团和气 他就现庄严相 那是个事 这个事的后面 是有一个戒体的理 那个戒体 你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他表现 在人的身上 就是清净庄严 我们说这个人啊 特别的乐善好事 很大气 一致千金 建庙造像 供养三宝 这是一个事 这个事的后面 藏着一个什么的理 他把钱财看成是身外之物 他有高贵的性命 能够掌握钱财 而不做金钱的奴隶 那后面就藏着一个理 因此我们大家 马上要通通过这个 俗意的俗意 理解到 理和事 是什么 守心和守卑 离开理没有事 离开事也没有理 山是高的 水是低的 人是活的 木头是死的 这都是事 事的后面 都藏着一个理 但是我们云云众生啊 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们中国人 最会说的一句话就是 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现象就是本质 本质就是现象 一个人不遵守交通 一个人随地土壇 一个人七老八十了 报出口 这是个事 这个事的后面 就表现一个理 什么理啊 没家教 那个理和事 哪里能够分得开呢 理和事不能够分得开 我看在座的有女士 我告诉大家 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啊 美福美发美容 都不如美心 如果你能够 在心里头对佛理通达 心里头有了那种 理的通达和美德 丑着不为丑 如果心里头的理不通达 不懂得美心 美着不为美 那个美着不为美 略等于妖气 我们有很多人啊 整容不整心呢 这个佛法呢 他下手的地方 是一针见歇的 不管是修佛 还是养命 置心为上 因为心为法王 如果不修好这颗心 出家在家 也成了两八 因此 在这个 明了元气的时候 主要是说呀 这个理事 是一个 不是两个 我们人间的成诸坏空 元聚元散 都是因缘所致 这一现象遍布人间 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应当 在运用的层面 在人生的层面 记住三句话 随缘是大道 随缘是解脱 随缘是智慧 一个人 活在世间 如果不随缘的话 烦恼多多 苦难多多 人家不打仗 你想当将军 人家要割资本主义尾巴 你要发财 人家叫你发财 你现在又不发了 那就是你不懂得随缘 不随缘就是没有智慧 还要告诉大家一个 司空见惯的秘密 因为这个窗户纸不通破 你不知道 一通破你马上就知道了 整个三千届内 有平的 有扁的 有方的 有长的 有短的 有黑的 有白的 有圆的 举目去看 这个世界呀 有很多的形体 你们大家告诉我 在宇宙间 什么样的形体 最长久 最牢固 圆的 一个水滴是圆的 我们的脑袋也是圆的 我们的念头还是圆的 我们画个圈还是圆的 举目去看 圆的东西 它的面积最大 它适应的空间最多 它无处不自在 它到哪里都是自在的 因此 谁圆的圆 就是圆满的圆 由于花言金十字章 它很哲学 道理很深奥 因此我们不能够讲的太多 今天呢 就讲这么多内容 下面 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和理解 请我们海德法师 把我以上所讲的内容 做一个总结 并且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 掌声 这两天师父讲这个 法言金啊 非常殊胜 当然师父讲的非常的玄妙 每一作 从昨天到今天 这些 这种信息量 如果我们大家在学乎的积累 和在自己的准备 不撑住的情况下 就往往跟不上 甚至说把握不住 师父 他所要 教给我们 表达的一个道理 法言金我们都知道 是佛法里面 最为深奥的 也最为广博大的一部经典 为金正之王 我们很殊胜地感应 在这个清凉上 舞台上 文殊菩萨这种圣地 在我们庙圣大和善的这种慈悲 这种发现下 更像唱出了这样的法会 请我们师父 来给大家 说这样的圣生佛法和妙语 在这里我先说一下自己的一些感受 那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自我的明了 那就是学佛不可少善根福的因缘 也就是说我们真正要把佛学好 并不容易 具备有一个真正学佛的条件 是要有相当大的福报和智慧的 比方说我们福报不够 住在这里坐不住 或者说也没有时间来 我们的这个智慧不够 听不等师父讲的东西 在这里也是干巴巴的 所以我们随便在佛门里面 一个式一个佛式一个讲经 都提醒去了 无量的福的因缘 然后福报的根本在哪里 或者说它的最主要的界限在哪里 我曾经说过 真正的福报 而并不是在物质 和某一种欲望的达到上 真正的福报 使我们一个内心完全能够安住 不受外在的影响 也对外在的一切并无所求 比方说一个道人 当一个道人 今天师父讲到了这个元气法 非常深 当一个道人 悟到这种一气法的元气 无自信的这种 无我的状态的时候 他连自己的生命 尚且都能够看破幻下 身外之物 何足自己 还去烦恼 还去那么追求 所以他能够处处是道场 处处当下安心 所以在这种处处 都能够安住的情况下 如果说再有这样的 殊胜的姻缘 善知识给我们做教导 做引导 自己再能够安下来 心与法相应 与善知识相应 我想 这一人安乐 这样的享受 这样的福报 的确非一般世间人 或者说这种 横称滚棍里面的生活 能够跟他相比 能够跟他相比 所以学佛 必须要有一定的福报和智慧 尤其讲这样的 深奥的经典 在古时候 讲经的时候 一讲就喜欢 唐宣说庙 唐宣说庙 在这个时代的人 已经没有这样的福报 也没有这样的基础 来感受这种 玄妙的 精神享受 比方说师傅讲 这个法言经 可能只讲了一个的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我想 当我们的内心 调伏的不是很柔和 或者说内心 不是很安定的时候 听到后面就枯燥了 但是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 心很安 也就是有福报 我并没有什么求 我不签债 我也不干什么 我心里面到哪里很安 有智慧 我不受外面的这些影响 这个时候 听师傅讲这个 能够慢慢 一层一层的 前面讲到了法界缘起 法界是无量的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 和所认知的生命 只是一微层 很狭隘的一个世界观 人生观 然后换到一个佛法 和一个圣者 一个智者的心量和眼里面 都是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 所以佛在镜上面打批语 凡夫是可怜名者 资助了一个海里面的水泡 认为是自己的 整个全部 但是在一个 抉择和一个智者的心里面 全部都是我的 所以是圆满 全部也不是我的 所以是平等 所以他这个时候 心能够如如不动 也没有来去 但是他既因有一切 也可以超越一切 这样的自在和安乐 只有通过学习佛法 和对自信的明了和观察 渐渐地去年八复 就是把我们的这种 无量节奈 或者这一生 所经历的这一些污染 慢慢地脱掉 脱掉 比方说 我们现在认为的这个我 只是几十年以来的一个经验 从父母生长 生下来 我们成长的过程 把这几十年的经验 和自己的一个记忆 当成了一个我 我们认识的这个客观世界 只是眼前的这一些东西而已 但是 在你还没有记忆 或者说 你还没有感知到自我存在的时候 你有没有 这一层道理 很多人就很难理解了 很难理解了 所以我们在长坛里面 进入到长坛的时候 长坛里面没有任何啰嗦 只有一个话头 照顾话头 然后话头之处 恰恰是 远离 分别妄想之作 远离一切法 甚至说真正的话头 性质是无限的 这个时候才是 佛法的一个入门的开始 也就是今天师父讲的 缘起的开始 我们先还是回到这个正点 缘起 什么事情 说缘起 其实它的背面反映的一个道理 就是空 比方说 我要在这里盖个房子 它另一个反映的面是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是空的 如果说这个地方本身就有房子 你再去盖房子 不可能 那就是说 说缘起 就是因为一切法 本来就是空的 所以才会有 缘起伸展的可能 比方说 今天在这里讲座 正好师父现在 让我讲 留出了这个时间的空间 这个时候 我才能够借着这个缘 在说这个东西 也就是在我说的 这个东西的背后的反映 就是什么 它的体是空的 它的像是缘起的 但是呢 法音经 今天师父讲了 法音经讲四种缘起 法音教像里面 讲这个易感缘起 阿拉野缘起 和如来战缘起 和法界缘起 当然这个后面的缘起观 是很深的 因为当我们真正 明了的缘起 缘起 它的体性是空 它的像 是因条件的组合 它并没有一个自性 什么去理解 这个缘起 是没有一个自性呢 如果说缘起 它有一个自性 它就不能再起 比方说我 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 你说你要把我 雕成一个 狮子 行不行 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我 雕成个狮子 那我不死掉了 那说明呢 这个我的当下 我这个肉身 是有自性的 有自性的 所以它不能雕 不能栽在个上面 它本身坚固了 但是如果说 经验 或者说一片普遇 我要再把它 雕踏的话 它就会 也就是说 一切的缘起 它是建立在 前面讲到了空性 第二个建立在一种 无自性的状态 无自性的状态 和空性的状态 产生了一切 变范莫吹 和这个 千差万别的 这种差别像 这种差别像 当我们明了 这个一切法的 千差万别和 它的一个 共同法则 只是一个缘起的时候 外到世界 小到我们的 起心灯念 和我们的生命 生活的时候 其实 在这个单身 如果我们 认识得清楚 就会生出一种智慧 这种智慧 一生起来的时候 就会知道 不要认真了 不要太认真了 所以 当我们对这个 缘起法理解到 这一定的时候 才知道 一个道人 为什么心那么咸 他为什么 真正地 做到 人道无求品质高的 一种 更高的 品德和一种修养 因为 就比方说 我们现实 当我们知道 这个游戏 游戏 它只是个游戏的时候 这个时候 除非我想跟他玩 我就玩 当我不想跟他玩的时候 我不会因为 这个游戏里面的 这些 情绪 或者说一些得失 而把自己搞得 活生死 相逼的状态 不会的 如果说 你为什么被他 生死相逼 那是因为 你太认真 所谓的认真 是好听的 不好听的 就是太执着 你自己太孝敬 也就是师父 今天讲的 愣头青 自己愣头青 所以 当我们能够 领悟到 开口到这个时候 一切法则是 缘起无自信 一切法的背后 还有一个 更加不可思议 能够生一切法的 一个体系 那就是空 那就是我们 一个生命 和一个自责 和一个 更高觉悟 追求的一种 生命境界 那就是所谓的 叫真无 也就是叫 剥弱本性 而不是我们 制作这个 胆战的 几十年的 假我 和现前的 这一点点 轻轻握握的 这一点点 物质基础 所以这个时候 你才知道 生命的无限 生命的远衡 那你肯定很 很自在 很富有 很安乐 所以 当然师父 今天讲的 这个大干很多 把这个 我们的法院间 很深奥 然后我们这个 法杖祖师 将这么圆满 广大的 深奥的 法院间 他通过一个 金狮子的辟语 把他轮缩 一点 概念的 最后 把它全示出来 这个是 这个呢 对一个智者来说 是平常的 是 这就是师父说的 对一个有智慧的人 不是叫 弹玄说妙 那个只是叫 平常 心而已 是平常事 但是对一个 没有智慧的人 为那个是 高不可胖 离自己很遥远 其实 法院经里面 师父前面说了 法界 从过去到未来 从诸佛到凡夫 不离开一念 也就是说 所谓的佛的境界 菩萨的境界 我们看似很高 很玄 实际上 也不离开 我们现前这一念心 如果说 当我们当性情的 一念心明了的时候 佛的境界 菩萨的境界 当下自己也具备 这就是 心服正身 三无差别 也是讲到了 这个法院的思想 师父今天 将这个大纲 经诗子章 将 给大家提纲 七顶 说出来一下 最后又将 这个元启法 第一章啊 大概给大家 做了个阐释 我前面说了一个 当我们明了这个元启 这个元启法 一定要升光 佛法呀 必须要升起一种光照 光照不是分 不是完全的分别 也不是完全的思维 光照 是要真正的一颗 非常好的发心 师父前面说 有出力心 菩提心 有好的发心 和这个 闻心 修 比方说大家来听经 就非常好 我们知道 佛经常在经上面说 庚养横河沙七宝 庚养横沙诸佛的功德 不如什么 不如受此以四句计 那就是说 当我们真正的能够 听经文法 能够深入到经证里面的 一句话 一个字 甚至说跟师父所讲的 某一种智慧 某种境界相应 你的生命 那是自得超越 我再简单一点 概括的话 你这一生 就算没有白来了 不要说这一次没有白来 所以大家来在听经文法 要珍惜 要珍惜这个音乐 缘起法 必须要升起一种光 当我们升起这种 缘起法的光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把握住什么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不重要的 这个时候就去其染 去其刺 而入其根本 我们的根本是什么 根本最后 当然我们这个经一开始就讲缘起 但缘起 法 只是学乎入门的开始 更是这个法音节里面讲的 一个入门的开始 后面还有更多不可思议的 所以这个第一课必须要把握好 这个法政主持 今天师傅讲这个 这个就是说 因为无自信 所以随缘 之后因缘条件 升起了 能够升起无量的功德 我们把握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要知道 来改变自己 来创造生命的 更有价值的 生命和快乐 学佛修行 不只是为了学佛修行的一个名头 学佛修行 真正的利益 是要真正让自己的生命 生发到 自在 解脱 你要练一切正身 获得自在安乐和解脱 所以当我们把握这个缘起法以后 师傅教我们 我们就要怎么 不是上帝给我们定的 也不是飞飞想天的魔王给我们定的 我们的命运是自己把握的 我们自己只要在某一个缘起的条件上 来改变自己 我们的后面的方向就会变 后面的方向变 把握好了 最后我们能够入到 师傅以后要教我们的 华言境界 菩萨的境界 这就是我们以后 学佛入门的一个方向和开始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点心态 在这里给大家做个供养 感谢师傅 今天下午的学修 就告一个段落 维诺师打引擎回向 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